Hello,筆記道,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我們香港的勞工 及福利局局長,孫玉咸 早前就開展了上任第一次的外訪 他外訪的地方,就是我有粉絲的地方 就是新加坡,這條片一出 有很多粉絲說,你又扎鞋了,又說人家那個好 不是啊,這次不是我講的,他講的,孫玉咸 首先我要聲明,我又不是很喜歡這個人 為什麼?他在香港的官場算是名不經傳 再加上兩件事,他處理都不好 第一件事,就是MIRROR掉了個大屏幕 又是搞到巴之所謂,最後 後來又說出那樣報告,又說出那樣報告 最後就是這樣 剛剛拘捕了人,出完了那個報告就去拘捕人 還有又要搞那樣那樣,其實一早知道 很多事情不是事先知道 事先你知道,又不去做 很簡單,另外一宗工業意外又關他事 天井掉下來,又死亡人 都連什麼都不懂 整個政府只是孫玉咸作為一個勞工 及福利局局長,是借罪的 即是局局對這個死者,表示深切慰問 我們其他官員都沒有出來說 但其他天井是繼續在做 好了,那些事情太長不說了,先講講他先 他選擇了一個目的地 特別選擇了經常被外界拿去 和香港比較的新加坡 他還在機場 會見這個傳媒的時候這樣說 這次訪問張宇正在當地工作 教學 經商話學習的港人見面 又會跟對方的政府 即是新加坡政府 兩個分別負責人力和社會福利的部位見面接觸 亦即社會及家庭發展部長 馬善高及人力部長兼工業部第二部長 陳思郎 而此行目標主要有下面三個目標 交流和增加了解 第一 新加坡在有關持續進修和培訓的最新措施 現在這些就是後知後覺覺 知道別人持續 一直都在做很多教育的投資 第二 是零工經濟下如何保障數碼平台工作者的權益 第三 對方招攬人才方面的經驗和工作 那也是的 你現在知道也沒用 遲了 人家一早投資未來 一早投資人才 有看過不羈道 大家都知道的 粉絲介紹給你看 什麼叫人才庫 人才庫 就是人 用人字 財就是財富 你要儲備人才 就開個褲 把人才放進去 最後不是人才會富貴 就是這樣 局長今次選擇與新加坡交流這些項目 估計是因為過去半年不時就立法局 遭人問到新加坡相關的政策 例如那樣 例如那樣 他又不知道 他上任幾天呢 就是去年七月 批發及零十二元 邵家輝指出 如何評估本港輸入外地勞工的成績 即靠遠信新加坡的質詢 去年11月 人力事務委員會的簡報和會議上 去與其他的勞福局代表 亦表示關注零工經濟和研究不同司法管轄區的數碼 平台工作者的策略 這就是其他 那些 Dancer 因為那件事 就是Miller那件事 這種情況下 代表我們落後的地方 應該盡快走出 新加坡值得學習的地方 然後轉化成為 適用本地的方法 其實新加坡各項 賴以成功的政策 大多數 理應一早進入這個港府 官員的事項 就像持續進修一時項 選委會界別的委員 這個管浩明去年11月的時候提出相關質詢 質詢德國是否會採留類似新加坡每 每年滿25歲以上的公民可定期獲得 政府發放不設時限可累積的輔助金 用以支付技能和相關的核准課程費用 與這個僱主資助培訓的課程 向僱主提出這個課程的50%至90%津貼 以及僱員缺勤薪金補償的做法 當時孫行並未直接回應 實際上都覺得這兩項可以在香港值得模仿學習的 因為本港持續發展這個進修基金 始終維持單次提現的成績 同時也相當缺乏鼓勵僱主的原因 我想下一次會繼續回來講孫玉涵的另外要的兩個目的 詳細分析給大家 為什麼新加坡贏你九條街 人家就是投資未來投資這個教育 我們現在是不是遲了 遲了啦 但是他們都不覺得很遲那一刻就該死了 好了,回來繼續講 FMP MV FMP T